哈囉大家好我是Green 我是Denis 你現在聽到的是 陪你一起玩遊戲被讀新的好朋友 奔山野狼 歡迎來到奔山野狼第七季的第二集 是的 奔山野狼是一個有兩位在日本當上班族的雙男子 Denis和Green所組成的節目 內容是我們平常在日本所見所聞與日常觀察 認真聽長知識 輕鬆聽好舒服的談話性節目 聲音也很好聽 所以放著當背景音也可以很舒服的收聽喔 所以不管你在做什麼事 都讓我們今天一起度過一段美好的時光吧 聽完覺得有趣記得按下訂閱加上Apple Podcast五星推薦 Green和Denis感謝你 十八大西 你知道身為一個夥伴啊就是除了想要集氣讓你失誤之外呢 就是我另外一個心境就是我們來測試一下 就是我們看能不能十二連你知道嗎 OK我努力 就是那個什麼零失誤有沒有 剛剛有卡了一下下我幫你0.5秒這樣 有請按下靜約那個請按下有稍微就是頓了一下 但是我的失誤定義是念錯字咬舌或者是整個斷掉 OKOKOK好 所以你只要沒有唸錯的話我們都把它當作是OK 你這樣突然讓我壓力很大 就是要讓你壓力大出錯才好笑 所以恭喜Denis通過第二次的完美口播 看第七季可以挑戰幾次就對了 第七季的話就是全部都是十二嘛 對對對 全部十二集啊 然後十二集全部都過的話呢 歡迎各位進抖內 壓力好大 壓力更大了 什麼 就是什麼 十二連的話就是什麼 抖內就是一百五十塊之類的 答對一次累積十塊這樣 累積如果十二集的話 累積多少錢 十二點五塊嗎 還是多少錢 我忘了沒有算 第十二集正確的話就是一次五十塊這樣 或是一次四十塊 然後我們總累積獎金是一百五這樣子 然後請大家一起參與 Denis挑戰完美計畫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就有人說 幹 Green你在戀才 不過不過說到戀才 也不是說到戀才啦 就是說 我們先講另外一個事情好了 你說你說 就是最近Green新看到的一個新聞 就接下來跟大家聊聊說 為什麼我們一開始的slogan是說 玩遊戲被毒心 這個毒呢不是毒藥的毒 是閱讀的毒 就是你的心感覺被閱讀了 沒錯 有人知道你的心裡在想什麼 對 那為什麼我會講到這件事情呢 讓Green跟我們分享一下 最近發生的 或者說發現的一件事情 好那就是今天Green要跟大家分享 還是跟遊戲相關的東西 就是在10月6號 在4Gamers的這個遊戲媒體上面呢 所發布的一篇新文章呢 叫做 魔物獵人世界傳說中的毒心晶片 竟然是真的 卡普通以專利技術控制道具獲得機率 所以這件事情 他的最重要的重點就是說 欸 卡普通他真的可以讀你的心 對 他怎麼讀你的心 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卡普通這間公司 卡普通他是日本的一間遊戲公司 他旗下有非常多知名的IP 包含大家最耳熟能詳的就是那個洛克人 對對對 惡靈古堡 惡靈古堡也是他們家的 對 然後因為他們家重製很多嘛 所以就是會被戲稱為就是最擅長 最愛炒冷飯的公司 但是因為惡靈古堡第二代的重製 聽說做的實在太漂亮了 大家都覺得這個炒冷飯實在炒的好香喔 所以大家都其實蠻喜歡這間公司 有出來的遊戲品質這樣子 那這間公司的旗下呢 有另外一個非常非常長壽 而且出了非常多帶 横跨了非常多主機的遊戲 就叫做魔物獵人 Monster Hunter 然後簡稱蒙夯 真的很有名 因為我不玩遊戲的 就是多多少少還是有聽過 而且我有玩過一小段時間 就是我去別人家玩了一小段時間 就是我自己沒有主機 然後我也沒有正在玩 就是去別人家的時候 稍微摸了一下 原來魔物獵人長這樣啊這樣子 對 因為魔物獵人事件呢 它在發售的時候啊 其實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一個 就是算是蜂巢 因為它是在2018年的時候發佈的嘛 然後當時呢就有被說它是一款就是 到目前為止的系列作當中 它是一個最容易上手的遊戲 嗯 因為你自己也玩過嘛 就是魔物獵人它其實是一個 它主要的遊戲的方式是 就是主角一個人 或者是跟朋友 對 一起去討伐 不管是龍或者是怪物之類的 魔物 是遊戲裡面的魔物 對對對 然後收集一些裝備之後呢 去打造你自己最強的一身裝備 這種感覺 對 那遊戲的樂趣就在於 它在打寶的過程當中 玩家會變強 玩家會變強 它的操作技能也會變強 你會真的 你會真的有一種 自己是獵人的 呃 錯覺 就是感覺 不能說錯覺是感覺 因為 因為它的遊戲 它的 它的攻擊方式呢 速度非常的笨重 嗯 我不知道 你當初是玩哪個 你當初是玩哪一個武器啊 就是你的試玩的時候 沒有印象 長什麼樣子 長什麼樣子 就可能一把劍吧 一把劍 那應該就是 太刀 那就是 你有很多的 它裡面總共目前有 好像有14種的武器 對 然後每一把武器呢 它都有非常獨特的連段方式 拿るほど 所以進入門檻非常高 拿るほど 所以對於新手來說呢 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系列 一直都不是太友善的東西 直到 呃 魔物獵人世界呢 它好像做了優化跟改善 讓魔物獵人世界這一款 登上PS4的超級大作呢 一下成為很多 在觀望這款遊戲 但是一直沒有機會加入的玩家 的一個啟蒙作 像Green就是這個 這個 這一代開始玩 魔物獵人的 你說因為它的操作的難度 有下降蠻多的這樣子 很多遊戲機制都變得有算 聽說啊 因為我沒有玩過之前 但是確實在玩的時候 過程當中 你的成長曲線是非常漂亮的 你會感覺得到自己在上手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們再回來 OK 現在簡單介紹完了魔物獵人 跟魔物獵人世界 對 那我們再回來說 欸 那關於卡普通 利用專利 去控制 卡普通 C-A-P-C-O-M 所以是卡普控 卡普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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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專利去控制道具獲得的機遇 有什麼回事 這件事情呢 就是簡單來說 它會監視你遊玩 然後特定你想要的寶物 然後把它的掉落機率降低 所以就是假設我非常非常想要 這隻火龍的某一個道具 它有一個素材 你可能是需要它的素材 比方說 有一個東西叫做 就是比方說赤龍鱗片 那赤龍鱗片火龍嗎 OK 對 然後赤龍鱗片呢 你可能需要拿去做某個裝備 比方說頭盔 它可能需要五個 然後 因為你沒有辦法立刻打到 所以 你會把它 就是bookmark起來 對不對 就是我接下來 需要在我出征的過程當中 打這些 呃 鱗片 或者是打這些 那個素材 因為你要的素材非常多 所以 遊戲內會有一個清單 讓你協助你紀錄 你打到的時候 它就會提醒你說 喔你可以做這個 這個頭盔囉 的那種感覺 嗯哼哼哼哼 各位 這裡就是重點啊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你順著遊戲機制 然後 呃 跟著卡普空他所設計的遊戲機制 去把你要的素材 全部一一的bookmark下來之後呢 你就踏入了 這個專利的第一步 你在協助系統 去瞭解 你到底想要什麼東西 喔 因為你有特別把它標注起來 對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開始去監視你的玩法 跟你想要的東西 然後 它會開始調降 你所標籤的 那些素材的機率 好賤喔 那 它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 你在喝什麼 我在喝Red Bull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要讓你喝了Red Bull 還想要繼續打的那種感覺 哈哈哈哈 哈哈 是啦是啦 可是它就是怎麼講 理論上是這樣說沒錯 對 可是它沒有公佈機率嗎 就比如說 它明明公佈的就是10% 但它拔條降了 那不是會引起公憤嗎 呃 這個 這個就是魔物獵人有趣的地方了 魔物獵人 它這個遊戲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沒有公佈 欸 除了它的吊寶機率沒有公佈之外 對 魔物的血量 也沒有公佈 所以 它會有一個 但是遊戲畫面中 是會出現一個血量條 也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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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 這個就是魔物獵人這個系列非常有趣的地方 然後我有問過一個 我非常資深的 呃 老朋友就是他 他是 魔物獵人就是 玩了很久 然後 老玩家 老玩家這樣子 是一個老獵人 我們都叫他老獵人這樣 對 就是 新獵人Green就去問老獵人啦 然後我就問說 欸為什麼這個遊戲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就有說 這個其實是跟 遊戲理念是有關係的 什麼樣的遊戲理念 我們先撇開 不不 就是吊寶機率這件事情 我們先講 沒有沒有血量這件事情 呃 人呢 在玩遊戲的時候呢 會散 會 立刻去想要去找 最有效率的攻略方式 嗯 對對對 我覺得這是人之場景 就是 你會想要最有效率的去趕快把這隻 魔物打倒這種感覺 對對對 所以 你會去 你會去找說 比方說瞬間爆發力最強的 呃武器 然後去 湊出最適合的裝備 那我就用這個裝備 打到最後我就 我就通關 我就不玩了 蠻多遊戲都會有這種特質 就比如說 打 隨便說啦 假設打這一隻火龍的時候 我應該用什麼武器 對對對 打這隻水龍的時候 我應該用什麼武器這種 專精的攻略會出來這樣子 對 當然 遊戲內還是有 跟屬性有相關的東西的攻略 但是 魔物獵人呢 他不公布 怪物的血量 怪物的血量 就是在於 他不希望玩家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去攻略魔物 他想要一步一步慢慢折磨你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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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讓每個玩家去找到自己喜歡的武器 嗯 然後去找到自己喜歡的打法 適合的打法 去成為自己流派的獵人 なるほど 所以就是 他的 他這款遊戲其實做的平衡是非常足夠的 所以他的 武器跟武器之間 雖然會有強跟弱 但是 他的差別不會太大 而且你在YouTube上面 你是可以找到 就算是被公認為輸出比較低的武器 還是 可以把魔物打得該該叫的那種很神 很神的玩家 就可能每個武器都有他的優點跟缺點啊 對對對 你可能適合什麼樣的武器 你就會去慢慢在嘗試的過程中找到這樣子 なるほど 然後 他 不公不協量 他去 他用什麼方式去 讓玩家知道這個魔物的狀況呢 就是 他會透過魔物的一些生理狀態 哦 好 比方說 魔物生氣了 你可以分別說他生氣了 那就是你正式進入戰鬥狀態了 然後 比方說 魔物已經被打到有點獅子在流口水了 哦 OK 或是魔物已經要逃了 因為他發現自己快死掉了 你就要追擊他 你就要追他 對 就是他會透過場景轉換 或者是魔物的一些狀態去顯示的更換呢 去讓玩家的間接了解自己的進度在哪裡 不過這件事情也是蠻 蠻真實的 換個方式說 因為 沒錯沒錯 對 你在真實世界在狩獵的時候 對 就是不會有一條血量調在那邊啊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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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可能 假設你去打獵 你去獵 野豬 野豬 野豬一開始 他可能也會攻擊你 然後 你就是 射了一兩劍發現野豬發現 不對不對我 我打不贏這樣子 我應該要跑 對對對對對 然後你就要按照他的腳印啊 或者是他的血跡啊 去追這個獵物 這是蠻真實的 很仿真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他 就是打造遊戲理念的過程當中 就有把血量這個 這個元素考慮進去 讓玩家 看不到魔物的血量 你只能初估 大概需要怎樣的等級 才能有辦法打這隻怪物 的那種感覺 他給你一個門檻 但是他沒有給你絕對的標準 我可以理解他設計的理念概念了 但是是怎麼講 說到他用專利的晶片 去讀心這件事情 我們要回到讀心這件事 我還是覺得蠻靠北的 就是 他會讓你怎麼講 我就是想要這些東西 那我就是不給你 對 這個東西 讓我想到怎麼講 它是一個機率問題 對 那我想到最近其實也 在網絡上吵的 沸沸揚揚揚 的一個事件 就是 天堂M的一個事件 嗨嗨嗨嗨 丁特 對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眾 有follow到這件事情 但簡單講述一下 就是他需要花遊戲裡面的鑽石 去合成一個物品 對 它叫紫布 就是紫色的布這樣子 台灣公布的 它的抽作是怎麼樣 合成之後成功的機率 是10% 對 是10% 但是丁特去測試之後呢 發現遠遠低於10% 而且他測試不是說我們花個 1000台幣 2000台幣 他是花了 我記得三四百萬台幣 沒錯 然後去測試這件事情之後 他覺得三四百萬 不能算是小數據了 他好像轉了400還是500次 這樣四五百次 他覺得說 我測試出來 遠遠低於這個機率 那你很明顯 你跟你公布的數據 就是不一樣的 但是 後來遊戲局子發了一個聲明稿是說 因為我們 台灣裡面的那一個 合成之前的物品 它的數量 要求比韓版的低 所以 如果你用統計來算 就總合起來算的話 原本這個物品一顆 可能假設是100塊 那他只需要99個 那所以他 就是9900嘛 那他的機率 又是另外一個機率 但是韓國那邊 他可能一個東西是100 也是100塊 假設 那他可能需要200個 對 那總合起來 他幾乎比較高 所以 物品需要的數量 跟後面成功的機率的加總 台灣跟韓國是一樣的 他們後面出來 出這個解釋這樣子 我真的很佩服這個意思 就是看完聲明稿 還有辦法幫他們 就是做解釋 因為那個聲明稿 我真的是看不懂 他們想要說的是這件事情 台灣的天堂M 他是由Gamania 就是遊戲局指數位 科技股份有些公司 進行代理嘛 對啊 因為但是呢 其實你在看他的聲明稿 過程當中 就像Green 以Green來說 其實沒有特別的明白 他到底想要講什麼 因為他聲明稿 一開始 一開始有先說了一句話 就是說 我們並沒有去調機率 他說 絕對不可能自行調整機率 對 但是 怎麼講 能夠獲得後面這一個 你想要的東西 決定的參數會有 你需要東西的數量 跟後面這個機率嗎 對 那 他的聲明是說 東西數量跟 後面的機率的加總起來的價值 是差不多的 沒錯 但是因為 台灣所需要的數量比較少 嗯 那他就要把機率降低 他才會把 這個總加起來的機率跟 韓國那邊符合這樣子 可是你就是變成是說 那你講的機率 到底是哪一個機率 是 對 總加總的機率呢 還是 就是 執行 執行 合成時的機率 成功機率 那如果你單講是 執行 東西 合成時候的機率的話 那很明顯 你就是把東西調低了 要不然他的 總加總起來的機率 不會一樣 人家用400萬去 測出這個結果 這是個事實啊 對啊 所以 我覺得還沒有 這個事件還沒有 塵埃落定啦 還可以繼續觀察 嗯 嗯嗯 就是說欸 那後面到底會 會有什麼樣子的發展下去 這樣子 對 看到這邊呢 就是 其實Green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 就是 天堂面這件事情呢 其實引發了很多玩家的 不滿 對 就是 欸 你為什麼 你是不是不老實 對對對 因為遊戲橘子在過往呢 他的遊戲經營上面呢 在PGT網友 就是有很多的投稿 就是說他們小時候 小學生的時候就被 就是花了3000塊 結果 什麼都拿不到這樣子 就是一些機率問題啦 然後 大家對這件事情明明是岩上的 但是 我們剛剛聊了這麼久的 魔物電人世界 這個 毒心晶片出來 這件事情呢 它也是千真萬確的 是存在的喔 2019年9月26號 所提出的申請專利 剛剛Green還有特別去找這個 就是專利 我覺得很猛欸 他們還有特別去申請專利 很猛欸 這個遊戲機制 他們有去申請專利 對 但是身為 魔物獵人的玩家 我雖然覺得靠北 但是我不覺得生氣 然後 我跟Danky就覺得 為什麼 這個真的是一個滿有趣的點 對 那我們後來得到的結論就是 魔物獵人世界跟 天堂面最根本的差別在於 魔物獵人世界 它是一個買斷的遊戲 而且它不能進行 它不能進行 素材交易 對 所以它的遊戲機制 根本來說 它就已經是一個非常獨立的 而且完整的 遊戲機制 但是天堂M的話 我不知道它 我真的沒有玩過天堂M 它實際上 要怎麼去 合成那個寶物 但是你聽下來 如果你需要花這麼多錢去 節省時間 然後去轉那個東西的話 就代表它是一個有辦法讓遊戲玩家去透過金錢的投入去縮短你達成成就時間的遊戲機制 有 因為它裡面還有商城什麼之類的 可以去賣可以去交易這樣子 所以你的金錢是 你不知道你要花多少錢你才拿到那個東西 但是魔物獵人世界不一樣就是 你已經花了比方說1800塊買到的遊戲本體 對 你接下來那個東西拿不拿得到 你只需要去時間證明 你只要花時間 你不需要再多投錢進去 我覺得這個點蠻關鍵的 就是一個就是說 我會需要牽扯到 我可能要花更多的錢 或者是甚至 因為我也沒有玩過天堂M 但是感覺起來就是 如果你不花這個錢的話 你可能要花10倍20倍30倍的時間 去收集那些素材 對 才可以合成這個東西 可能在遊戲當中 也可以獲得 但是你可能要花的心血是 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這樣子 對 但魔物獵人就會變得比較單純一點 他沒辦法把那些東西 全部去做現金化 對 玩家跟玩家之間也沒有辦法交易任何素材 對對對 嗯 嗯 そうだね 所以如果要比哪個比較靠北的話 其實我真的覺得卡普空比較靠北 就是 他是針對你 他就是 我就盯著你 你想要什麼 我就不給你 我們在幫各位複習一次他的專利 專利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專利 我們在複習他的專利 總共有五個步驟 首先 開始系統 就是玩家開始玩嘛 然後 系統先開始去監控 就是遊戲狀況 對 喔 這個 單性玩家開始玩魔物獵人了 喔 他沒有中途離席 他開始 開始認真在打魔物獵人 喔 他好像找到他喜歡的武器了 喔 他想要這件素材 當 確認完他的遊戲狀況之後呢 就會進入下一步 就是 喔 所以你現在想要火龍鱗片是不是 你想要刺龍鱗片是不是 你想要刺龍鱗片是不是 我知道了 你還想要這個武器是不是 我也知道了 喔 原來你想要這個武器喔 好 我都知道了 然後再下一步 這些所有素材 全部 當選激烈 挑滴 幹超靠北 我真的覺得真的很靠北 重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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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玩家你遇到這種話 你能怎麼辦 好啦 知道了 等著感覺啊 你還不知道 就是這個事情被公開之前 大家還不知道 但是你覺得 幹 怎麼有這種 就是 我好像被監視的感覺 我後面好像有兩隻眼睛 我 就是我特別想要這些 可是這些就特別難打 為什麼 啊我不想要另外這些這些東西 他就很好打 跟我跟我一起玩的朋友 都已經打到十個了 我現在一個都還沒有打到 三角 對 為什麼 明明 我就不想要水龍的啊 那為什麼還是給我水龍的 為什麼 各位玩家現在已經知道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智商 智商取勝 智商壓制 要做什麼 把那個素材的那個bookmark拿掉 不是 我們反向嘛 是故意設不同的清單有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You fool me I fool you too 對 我看破你的看破 對 有沒有 我想要水龍 我就故意一條火龍 我想要火龍 故意一條水龍 要弄是不是 來 大家來玩 好累喔 好累喔 然後開火龍就是在2021年又又又又又升起一個新專利 我 我 我預測你的預測 你的預測 對 對 如何 呃什麼 如何反制 玩家的反預測行為 對 當你確認玩家的tro你的時候 你就讓他所願 哪有他不想要的素材 這個搞不好可以耶 就是比如說 因為你 終究是要合成你的武器或裝備的嗎 對 明明你的booklist 是這些東西 可是你卻在合成這些東西 啊我知道了 你在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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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herfucker you little smart shit 我就來故意 調降你合成東西的幾率 有沒有 哈哈哈哈 或者是我讓你再也打不到你真正想要的素材 我就讓你 不斷的拿到你現在bookmark人的東西 對 好賤喔 哈哈哈哈 因為你拿到之後你也不會去合成啊 你拿到一堆卻沒有合成的時候 那我就判定你是錯的行為啊 那我就讓你繼續拿到啊 對對對 欸 好像可以耶 走啦 提案了提案了 卡普空 嗶嗶 我們有一個新的提案 是專利喔 啊 滿有趣的 這個新聞滿有趣的 喔 幹笑的好累喔 以上呢就是我們 跟第一part在聊 就是所謂的傳說中物獵人的毒性晶片 毒性晶片 對 是真的 那就要進入我們本週的野狼好朋友 你現在聽到的是 你現在聽到的是 陪你一起 深夜泡澡 放鬆的好朋友 奔山野狼 阿拉撒亞肉 耶 等一下等一下這個我 你這個BGM是你配的對不對 對就是 這個現在聽到這個呢 是野狼奔山野狼第七季的一個新單元 就是要投稿 野狼好朋友們的 的 呃 一些 就是他的念稿嘛 口播 對 然後呢收到 收到這些 錄音的朋友 收到這些錄音檔案的Green呢 就會配上Green設計的一些BGM 沒有任何情境啊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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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這個BGM聽起來讓人就有點 欸 這種感覺 剛剛對你說這個BGM聽起來有點澀澀的 我覺得蠻有這種感覺的啊 但是身為製作人呢 呃 我的設計理念呢 是 大家在泡澡 是因為泡澡的時候 放鬆的時候是一種非常舒服 非常放鬆的感覺 OK OK 所以呢就是 我澡的就是比較慢 比較舒服 舒緩大家神經的音樂 這樣子 你剛剛是有說比較慢比較舒服 哈哈哈哈 舒緩舒緩好不好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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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謝這位聽眾的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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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嗨 呃 前半的話題呢 是來自於Green的就是 呃 毒性晶片的事情喔 然後因為我們就聊到了就是 遊戲機制這件事情 然後就會聊到一些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呢 就聊到了一些 遊戲相關的 比方說二創啊 或是版權的事情 然後就 Dennis就想到了 欸那也可以趁機一起來聊聊 就是 那一間公司 就是說到版權 在日本 你就會一定也想到 東半球 最強的法務部 那一間公司 那一間公司 我們不想講名字就是 我們怕被搞 不是啦 不是啦 應該是不會啦 應該是不會啦 但是在看看完他的就是 小蝦米戰勝大鯨魚的故事之後 就是覺得 這家公司不是好人的 不要白目 人不要坐死就不會死 好不好 好我們先講一些 公開的市場情報好了 就是講到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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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這間東西是公開的 所以是名字可以講出來 就是任天堂 OK 任天堂 Nintendo 對那 在八月的時候 他們公布了 2021年 第一季的 就是 就是他們的財報 就是各間遊戲公司啊 或者是什麼的 都有公司 公布他們的財報 OK 那就有其實網路上 也有一些粉專 去整理出來說 欸 那剛剛講到的卡普空啊 或者是一些 像比如說 Cyber Agent 那他們最近很有名的是 那個馬娘 就是你可以 就是把他把賽馬 去做真人化 賽馬擬人化 對對對 的Cyber Agent OK 還有其他很多遊戲公司 他們去把他們的 2021年 4月到6月 是日本的年度的第一個 年度財季 就是第一季的 Q1 Q1的營業利益 去把它做了一個表出來 比如說Cyber Agent 他們的Q1的營業利益 是400多億啊 OK 我們剛剛講到的卡普通啊 我們卡普通好像200多億啊 之類的 對對 OK 他們就做一個表 然後呢就會 有 底下就有人留言說 欸奇怪 那為什麼沒有任天堂 對啊 這個遊戲公司該出現的都出現了 Bandai Namco 卡普通啊 Konami Score Enix Koi Tecmo Gunho DNA Sega 都出來了 Where is任天堂 Where is任天堂 為什麼任天堂沒有出現呢 因為呢 剛剛講到了嘛 比如說 那個Cyber Agent 是400多億 OK 卡普通是200多億 還有其他100多億的這樣子 OK 那這次可以做成一個表圖 圖表嘛 嗯 那如果你把任天堂放進去的話 他那個任天堂的 我先講 直接講數據就好了啦 我們再複習一次喔 現在我們所聽到的排名的第一名 是將近450億的Cyber Agent Game 對 那請問任天堂它的營收是多少 3229億 3229億 是我們的第一名的幾倍 第一名的將近8倍 對對對 7倍8倍 4728 差不多 因為要451了 7倍這樣子 OK 更不要說其他還有什麼200億啊 100億的 那就是20倍30倍了 對啊 那你就發現那個圖表 不成比例你知道 那個任天堂直接突破天際到天上去 還看不到鏡頭 這是什麼 不同量級的比賽這樣子 對對對 對 你的圖表的那個軸啊 可能要設定對數座標這樣 不可以用一般的對比座標 你要用設定對數座標 不然圖跑不出來 不然就是把那個圖表的那個什麼 中間切一半 然後用那個雙引號 對對對 然後就是說 以上呢 然後就那個那個左邊那個 中軸的 中軸的數字有沒有 瞬間從450億 跳到2000億跟3000億這樣子 然後 任天堂在那個地方這樣 真的是 任天堂真的是日本遊戲業界的霸主 這樣講 他賺錢的方式太多了 他還有很多 像剛剛講的最強法務部 其實 在Denis 一開始來日本的時候 那時候在東京大阪啊 有一個很有名的一個活動 就是很多外國人來東京大阪 他們都會去騎 會去開啦 應該說去開 所謂的真人版馬力歐賽車 對 他就是跑丁車 然後 什麼跑丁車 跑跑卡丁車 卡丁車 然後把它開上馬路 就是他是有 當然是一些 一切符合法規啦 就是可以開上 符合法規 開上路的車 交通法規 然後把它做成像 就是馬力歐賽車的造型 然後他會讓你去穿上 馬力歐的服裝 的cosplay 然後甚至這間公司叫做 馬力卡 對對對 他就是不斷的挑戰 就是灰色地帶 然後就是彩線的那種感覺 然後呢 呃 這間 這個 這間就是踩在灰色線上的 這個馬力歐賽車呢 實在是太 太明目張膽到 呃 大家都知道有這件事情 對 而且還 而且非常的風靡大 因為受到很多很多民眾的歡迎 蠻有名的 特別在外國人 就看到很多當時的 2017年 還是2016年開始吧 就是很多 比如說 youtube外國人來 他們就會去坐馬力歐賽車 然後在 對 東京市區甚至 澀谷街頭啊 新宿街頭啊 去拍影片 那種 算是 很吵 很吵嗎 我是 沒有看那個影片 但是我看到一小段 就是啊他們很好玩 就是啊 開著馬力歐賽車這樣子 風靡一時 欸 後面就突然消失了 突然消失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 2019年開始被告 那種 那種 是嗎 是嗎 他們被任天堂 任天堂就是 控告侵權 是嗎 是嗎 我覺得不意外啦 是嗎 是嗎 對 對 你老師 就囂張把握這樣子 其實 在遊戲界啊 不管是 呃 那個什麼 暴雪也是啊 對 他們對於這類型的版權 他們都有一套做法 就是養套殺 啊 先讓你玩一下 對啊 你的侵權 有沒有有沒有經濟規模 沒有 如果有的話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就放你放到有經濟規模 再跟你要告訴 提出訴訟 這樣的話 我可以拿到比較多啊 這就是養套殺 好邪惡喔 然後我跟你講 這間公司呢 這間Mari Mobility呢 就是Mari Car呢 這間公司它的名稱叫做 Mari Mobility開発子 對對對 那這間公司在2017年呢 就是被任天堂 以不正當競爭的理由 然後一審 就是提出訴訟嘛 2018年一審 判任天堂勝訴 然後 Mari Mobility要 要賠一千萬日幣 對對對 我想說到這邊的話 一千萬日幣 OK了吧 你應該乖乖富了吧 你也知道自己侵權了吧 他 繼續上訴 他不斷 就是你知道日本人呢 就是心底就是有一種 就是 華麗死亡的那種渴望 你知道嗎 這個Mari Mobility呢 不認錯喔 還 決定繼續上訴 讓任天堂的 律師團呢 華麗的 在二審呢 把判賠 金額 從一千萬 直接拉到了五千萬日幣 反正你2017 2018嘛 你繼續上訴 你繼續賺錢嘛 那我就繼續提高 你的罰款金額 這間公司就從此消失 欸 消失了嗎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判賠五千萬日幣 而且禁止使用相關的服裝 所以在2020年開始 馬力歐賽車就從東京街頭消失了 沒錯 它就是短暫的 非常非常短暫的 一個旋風 一個現象的旋風 我講一個很唏噓的好了 對 我現在點進 Mari Mobility開発子的公司啊 它的公司就是 我貼給你 窮到沒有錢做網站 你點開就知道了 它的網站 這是我國小的那個網站作業吧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網站吧 這個只是單純把那個目錄 這個是公 這是公 這是什麼留言版還是告示欄吧 這是 這是我們在 就是國小或國中的時候 你會學怎麼打那個 HDMI的那個程式有沒有 這應該是小學生打的 我知道 幹你就知道他們 他們把所有的錢都拿去哪裡 都去哪裡賠 東 東營最強法務部 真的是 蠻 怎麼講 我覺得他們是做太囂張了啦 那嘛 講到遊戲產業 講到 任天堂 就會想到說 這個最強的法務部 那些侵權的事情 對啊 這個法務部的由來 我們有沒有時間跟大家做補充啊 法務部的由來 最強法務 有時間在 對啊 有時間在跟大家做補充 今天的時間應該不太夠 OK OK 對啊 這時候你就會想到說 其實 湯姆漢克斯 就是 有點當時沒有想到這個 解決方案這樣 你說浩劫重生嗎 對對浩劫重生那個 漂流到荒島的時候啊 當時他不應該在海灘上寫SOS 你知道嗎 喔 那不然他應該要寫什麼 他應該要畫個馬利歐兄弟 畫個鬍子 有沒有 任天堂就派飛機去接他 換你接去法院 不好意思 那個 湯姆漢克斯先生 請您跟法院 就跟我們走一趟 好不好 我們東京地方法院 馬上被救出來 好不好 不關你到這個世界的天涯海角 我都要抓到你 把你送進法院 讓你叛陪 還有那個啊 有一個網路上有一個 另外一個玩笑話 對 對 就是年輕人喜歡在打炮的時候 拍影片嘛 那 最怕的事情就是 你分手之後那個東西沒有辦法進行銷毀 被上傳的話 那已經是很麻煩的事嘛 就是流出嘛 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網路上就有一個說 下次如果你們要拍的時候呢 在背景呢 比方說 背景都有復仇者聯盟的那個電影在播放 或者是 從頭到尾都是馬利歐的遊戲畫面之類的有沒有 你說旁邊一個邊角就在畫面的右下角這樣子 對對對 或者是你背景的電視偶爾是打開這樣子 一上傳馬上被封查 一上傳傳馬上被下架 不好意思 您的影片以侵權 以侵權這樣子 超保險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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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要封訊大家 這武器請不要 請不要拍攝這樣子的影片 沒錯沒錯 請保護好自己 沒錯沒錯 對對對 我之前還有看過一個圖表就是說 它任天堂的遊戲機跟Sony的遊戲機的一個佔比圖這樣子 啊嘿嘿嘿嘿 然後任天堂就是越來越多 碾壓 近年來 對 就跟之前我們好像第四季還是第五季嗎 有講過那一個 Switch 還有PS還有XBOX的一個佔比比例嗎 啊 對對對 然後在那個圖表裡面就是可以看到 XBOX本來可能還有一點點的存在到了2020年 這個已經消失在那個圖表上面了這樣子 對啊 然後PS5推出之後因為受到晶片調度的關係 所以一直沒有辦法拉高市佔比啊 缺貨拉不到晶片 然後賣不出去應該說 不能說賣不出去 他們想賣可是沒有東西給他們賣 沒有東西可以賣 對 然後你獻貨又被一大群的黃牛所佔據 所以你根本買不到 這從去年去年到現在 我抽了好幾支錢都抽不到耶 嗯 抽不到抽不到 隨緣隨緣 佛系買機 佛系玩遊戲 佛系玩遊戲 所以我 所以我最近就是改就是改 改去玩Switch了 對 那今天的野狼就到這邊 野狼就到這邊差不多到一段落 看到最後的最後才開始搖舌頭 那玩遊戲就像之前講的嘛 玩遊戲是一個其實是一個花費比較低的一個休閒娛樂 前提是 前提是你不要玩天堂M 所以各位 各位女性朋友這邊再一次宣導 如果男朋友的遊戲 興趣是玩遊戲的話呢 請抱以溫暖的眼神 對 以及支持的態度 對 如果他在玩天堂M的話 其實把手機 把他閃掉 把他閃掉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這樣到時候被 不要這樣被黑局 喔 不能講黑局 遊戲局 說 欸 你們這個說話要注意一點喔 你們 你們防衛業務喔 哈哈哈哈哈哈 還是去玩魔物獵人啦 對啊 魔物獵人 讚讚 對啊 我們可以 如果有聽就是聽眾玩魔物獵人的話 請歡迎幫我們測試一下 有什麼獨心晶片這樣 應該是有 因為他是真的嘛 我是說 我想測試試 如果你故意要赤龍鱗片 你會設定 故意設定不同的 哈哈哈哈 不同的道具在你的那個Buglist 在你的清單上這樣子 我想到了 就是 他總共有六七十把武器有沒有 對對對 假設有六十把武器 你就標 五十九把武器 然後你最想要的那把你就不要標 對 看他會不會給你 哈哈哈哈 如果聽眾的話拜託幫我們測試 我很想知道 好 智商壓制 欸 等一下 他的Bookmark我記得有上限 但是你就是說 就是怎麼講 故意不標你想要的 這樣就可以了吧 啊 算了耶 就故意不標你想要的 有沒有 如果有聽眾幫我測試的話 我會非常開心 我很想知道到底有沒有辦法 就是用我們的 智商壓制 我們人類的大腦去戰勝 我們的獨心晶片這樣 哈哈哈哈 可以的 可以的 一定可以的 哈哈哈哈 嗨 那今天的解狼就差不多告一段落 我是Green 我是Denis 你現在聽到的是 陪你一起玩遊戲被獨心的好朋友 奔山野狼 阿拉撒亞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欸不對你也可以測試啊 對啊 可是我的PS4最近真的像飛機引擎一樣 那打開齁 你完全聽不到遊戲聲音 你是說他開機的那個運轉聲 很像飛機引擎聲就對了 啊對 他的跑圖 就是你只要碰到3D地圖的 那個 那個一進去 我們5秒鐘之內 我就像在搭飛機回台灣一樣 嗯 你就完全聽不到任何東西了 像你的 哈哈哈哈 我下次應該要把它擺在我的陽台 你知道嗎 就是 比方說 不管是我的電視 還是我的遊戲機 其中一個一定要擺陽台 這樣我才有辦法玩遊戲 你說 要不然你會聽不到你遊戲聲音 聽不到 完全聽不到 哈哈哈哈 機王 我真的買到機王 我去看那個片段 我一直機